今天我將宣布從餐廳的第一線引退 2024年12月31日將是RAW餐廳的最後一天 若將進化成為孵化及訓練台灣年輕料理人的中心 希望每年能產出10到20個米其林主廚的料理學院 因為台灣是我們的品牌 一個新的起點 一顆種子 要在這裡生耕 期待成為一棵大樹 孕育成台灣的下一代 因為這裡會有台灣人需要的生活態度和價值 這個是10年前我在這裡的開幕所寫的東西 那接下來下一季就要讀The Last Dance 所以我寫了一封情書給大家 今天我將宣布從餐廳的第一線引退 若已經完成它在過去10年領導台灣餐廳的使命 也向我們年輕料理人展示 成為國際餐廳所需要的品質和標準 作為一家擁有米其林二星的國際餐廳 我們每年接待3萬名的食客 10年來我們已經接待超過30萬人熱愛料理的客人 2024年12月31日將是RAW餐廳的最後一天 然後我看到年輕廚師在專業教育、培訓、創造力和全球視野方面的極度不足 已經成為他們成長中最薄弱的一環 我們的餐飲界需要破界的需求 才提供更好的教育 並不斷為我們的餐飲業和下一代創造新的機會和解決方案 這對我來說變得極為重要 甚至比經營強工的餐廳更重要 因此 我將在此宣布RAW的未來規劃 包括我自己 以及即將帶來的新改變 若將進化成為孵化 及訓練台灣年輕料理人的中心 希望每年能產出10到20個米其林主廚的料理學院 親愛的朋友們 時間過了很快 自從我從法國回到亞洲已經25年了 在歷經十年美好的Restaurant Andre故事之後 RODE另外一個十年也到了 我以亞洲的料理歷史寫下另外一個美麗的篇章 過去40年來 我一直致力於在表現最好的亞洲風味帶給世界 並努力成為這片亞洲地貌的引言人 向世界展示我們令人驕傲的文化 過去20年裡我創建了14個餐飲概念 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包括建立有的兩座料理殿堂 新加坡的Restaurant Andre跟台北的ROM 他們全速前進的在過去20年中做無虛型 將新加坡和台灣都帶上全球的世界版圖 這段旅程是我人生中最充實前美好的 我很驕傲地說 此刻我已經實現我為自己設定的目標 今天我將宣布從餐廳的第一線引退 若已經完成它在過去10年領導台灣餐飲的使命 也向我們年輕料理人展示 成為國際餐廳所需要的品質和標準 作為一家擁有米其銀二星的國際餐廳 我們每年接待3萬名的食客 10年來我們已經接待超過30萬名 熱愛料理的客人 這個10年完勝的紀錄 我認為不只在台灣、亞洲 甚至世界上都是幾乎獨一無二的 我們非常自豪 也希望一直保持這個精神直到最後一天 2024年12月31日 將是RAW餐廳的最後一天 隨著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亞洲廚師在國際的社會地位 將比於15年或20年前 有了顯著的提高 然後我看到年輕廚師在專業教育、培訓、創造力 和全球視野方面的極度不足 已經成為他們成長中最薄弱的一環 我們的參與界需要破解的需求 再提供更好的教育 並不斷為我們的參與業和下一代 創造新的機會和解決方案 這對我來說變得極為重要 甚至比經營成功的餐廳更重要 儘管過去十年 我已經幾乎無常地 再將大部分空閒的時間都投入料理人養成教育 讓我們人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速度 再失去我們的記憶、人才和料理世界中的競爭地位 因此我將在此宣布RAW的未來規劃 包括我自己以及即將帶來的新改變 若將進化成為孵化 即訓練台灣年輕料理人的中心 希望每年能產出十到二十個米其林主廚的料理學院 雖然今年過後 將蟲子不再有機會吃到Handroid的料理了 若也將不再是一間餐廳了 也請大家不要覺得可惜 若有漢堡 十年很美 能夠服務三十萬的客人很不容易 十年前我們對台灣為在地國機關一無所知 一場台灣為論談的種子 開始了這一切 開始了RAW 十年後的今天 我們很開心地在這棵大樹下乘涼 分享著料理更好的未來計畫 我很開心 但更像是嫁女兒一樣的 感動、驕傲、悲傷、不捨 8月16日 我們將迎來RAW的最後一套菜單 The Last Dance 它會是我寫給所有熱愛料理的人的一封情書 我謝謝你們 謝謝我最棒的團隊 我依然懷著層次的感謝 跟對未來料理界的樂觀 謝謝 謝謝 謝謝